我个人如果给他打分的话 如果多人多是10分 那我应该要打7分左右 这么高 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请来了HANA 是吧 对 HANA小妹妹 然后来这里跟我一起录视频 她想看看这边二手车 然后呢 我今天拉着她去那个 CAPITAL 让我去看一眼 HANA小妹妹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纽芬兰 就是我是高中的时候 就是读完初中 然后高约我就到加拿大了 但是我去的不是一个大城市 是在Calgary 就是艾尔伯塔省Calgary市的 那个底下的一个小区 那不可能比三丈是小吧 比三丈小太多了 是吧 就是可能就三丈一半都没有了 然后是一个非常破烂的地方 然后呢 就是连公交车都没有 然后那个当趟市中心 就一眼都忘了到头 就没有超过两层楼高的建筑 然后呢 后来就受不了 也主要学校太烂 然后呢 就转到了多伦多的一个高庄 然后主要多伦多高庄以后呢 就是也没有在市中心 但是呢就是多伦多的村总比卡尔加里的村要好一点 那肯定 然后日子就稍微过得好一点 但是那时候住的是host family 就是跟一个Italian 就是意大利家人 对 一家人住在 好像未成年人是不是来这边都要有host family 应该一般是这样 我从来 反正我从来没听说过自己住的 然后呢 然后高中在多伦多这边读了两年以后 就成功的为那个多伦多大学录取了 然后从此过上了奢侈的生活 住在市中心 然后楼下走五分钟 就是各种东西全部一应俱修 就什么都能买到 然后读了四年以后呢 就是来这里读master 来三丈这边读master 我其实是6月18号才到 哦 6月18号 你是学什么专业吗 我是学的是biology有关 我的那个faculty是biomedical faculty 然后具体是cancer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但是很有前途 然后我只是做research 然后像这种master就叫census based master 然后是不一样的嘛 就和那种这个是读两年的 一般是读一年 然后他就是 没没是这样 给大家纠正一下 是这样的 像我这种学渣呢 学course based的那个course based的这个master degree 是两年毕业 看专业 我的专业两年毕业 我媳妇这种呢 学习比我好的读thesis based 她的石油就是读了两年半 大概三年的时间 所以还是看专业 据我所知 百分之可能50以上吧 应该是一年 对有像我媳妇当时他们那个专业石油专业 那个course based 是一年就就毕业了 我那个计算机专业的course based是两年 然后我这个的话就是我的课很少 我一年只有两 呃一个学期不是一年 一个学期一个semester就是上两节课了 因为我是research base 对对对你们research是课上 对我主要是去做科研 然后就发表文章那种 那你有奖学金吗 来这读的时候 有我奖学金是呃 一万八千到一年 然后每一年都会给 还可以 然后就是像在这个学校 如果你是读research 我这种情况是可以再申请这种 呃 scholarship的 然后我看一下就是那个scholarship 完全based on你你的本科的成绩 只要你本科成绩够高 你就能再拿一万八一年一万八而且是 那还可以 还给你两年 对于学生来讲确实还可以 然后学费的话 其实学费 跟多伦多比是便宜太多了 多伦多我就说本科吧 我的本科价格大概在四万五到四万八一年 两个semester不包括暑假 那是便宜多了 是啊这里我现在就是我这个专业现在是一万二 哎就是说到加拿大这个大学的问题了 跟美国比起来 美国大学私利的多 加拿大学工利的多 就为什么加拿大学本地生他学费比较低 他都是政府给不住的 是他就靠留学生活呢 对没错 一个留学生搜四万五呢 养好几个 养好几个本地生呢 哈哈哈 这问题就比较深了 我们今天买车啊 我们今天就不谈这么深的问题 你来这是短期待 正在短租一个房子是不是 对 我也是看了很多那种房子嘛 就是租的之前 因为我是 我是6月 呃你不可能因为我6月18号来 但你不可能只租6月18号开始 一定是从6月1号开始 没错没错 或者从5月31号 反正就是那种 然后然后呢 我我因为是考虑到 因为我来之前所有人都跟我说 包括三丈本地的中国人都跟我说 三丈是一个 村 就是农村 然后呢 我就是对三丈的这种印象 就是来之前的这种感想非常之害怕 我就想说 我就是什么也没有啊 这里就是一望无际 就跟我之前在装拍了那个村一样 就什么都没有那种 然后我很害怕 我想说那我就住当趟 就是贵是贵非常多 你像你要住在这种边缘地带一点 那大概尤其是个人合租的话 大概只要五百到八百 看你多少个人啊 住的有多么这种 fancy啊之类的 是五百到八百 但是呢 我的是一个月一千五 一千五 那比较奢侈了啊 这就比较大家没有参考价值 这个这个就是你 因为我是短期租 我长期租绝对不可能租那个 是是是 我短期租一个它肯定就比较贵 对 短期租考虑到就是那个房东 它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吧 它的成本对吧 对它的成本 所以它一定是比长租要贵很多的 就是生活非常的方便 我想的是我没有车的话 去哪都不方便 那么我肯定是 呃 在市中心肯定有bus吧 至少还是 还有一个好玩的事实呢 不好意思我打断你啊 没事没事没事 我也是怕老 我也怕老 哈哈哈 就这个Sandros这个地方 其实在大西洋几个省里面 城市还排第二名 就是一个大小规模 我们就比Hilifax小 Hilifax确实比不了 我那个Hilifax的同事都说 他们是啊 那个大西洋的纽约市 大西洋的纽约市 我们也比不了 也但是呢 你想说我一个从多伦多来的人 对吧 肯定害怕嘛 那肯定的 这就不一样 这就跟 哎呀不能这么说 得罪那个北京郊区的人民 就跟你从东城到了 顺义或者房山 对就类似于从一线城市 你说差嘛也不差 但是确实就有落差 我来之前 我是把这里想象 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 但是我来了以后 我发现就是 可能也是因为我位置跳得比较好 我在Downtown那边 我日子过得非常的滋润 然后我每天都吃那个 就是那些 这些生蚝啊龙虾 就这些管 没有管 到底不至于那么有钱 但是就是 想吃的话 还是偶尔吃一下 然后所以日子过得非常的滋润 而且这里和就是虽然肯定说繁华程度 是绝对不可能和多伦多比的 也不可能 但是呢 就是我目前住到这几周来看 我个人如果给他打分的话 如果多伦多是10分 那我应该能打7分左右 这么高 就是我以为人家打5分 我觉得5分就知足了 作为一个女婚人常住居民 我觉得跟多伦多比5分 5分啊就可以了 就是从他的这种人文环境啊 还有就是这里的人这种 就是容易交流的程度来看 这里人很容易交流 但是啊 那个这个视频咱们留多纪念 那个明年春天 我要再采访哈拿同学一下 这过了过了冬天以后 我到底怎么想 就是目前为止 7分还是4分 就看过了明年春天的这个这个这个情形了 就至少目前为止 我的印象是非常的不错的 然后来了以后 反而觉得就是比想象中要好很多 就你知道还不繁华的前提下 就你尽量去享受你的生活 其实是挺好的 真的就是你要享受当下 这就是这么多年留学学会的这种 就是你不要奢求 也不是奢求太多吧 就是给自己的这种想的太多 这个我觉得哈拿小佩佩 懂得道理比我还多 感谢感谢 你这回的预算大概是多少钱 我预算是 说实话理想状态是 两万五就是以下 我觉得两万五合理了 在这这这作为学生 对 因为这车你又不可能久留 碧莉叶可能就卖掉了 所以没必要买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车 这是我的想法 我只要好看就行了 而且还得有这边保有量高的 为什么会好出手 你买了以后以后卖会很好卖 油 现在不是油已经就是到了到了一种 身杖子很小 油烧不出多少来 不像都伦多 一下开几只公里到一个地儿 但是架不住你天天开吗 就是肯定还要考虑到这个 不会不会差太多 像我每天上班来回20公里 开一个油耗是百公里十三十四个的车 可能一个月油费是 现在油费高150左右 一个月 对原来是120 你有这边驾照吗 我有Ontario的 Ontario的 就是我要换就是了 但是我想先说把车开了我再换 女生嘛 对 好看就行了 好看 然后我给汉娜小妹的建议就是省心 对 这车别老坏 这个欧洲车德国车就开始不看了 那个车坏起来是有点烦 一个是那个修的工本费比较高 还有一个这种小城市疫情期间很多零件它到不了 我有一个车现在零件等了三个月都没到 你是想要一个四驱车是不是 就是关键是要强调一点就是血胎的重要性 你这个车四驱跟两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雪胎 是一样要陷在雪里的时候出不来的 然后呢那个当然了相同的胎的情况下 四驱肯定比两驱车要稳 对但是就是四驱车然后耗油多嘛 就是考虑到这些问题 本身就想要一个小一点的车吧 然后所以说小一点车大部分都是两驱 都是两驱 然后想要小一点的车那只能说是两驱 主要是听大概听了这里本地人的这个 就是我实验室的大家跟我总结一下 基本上是只要胎够好都没问题 只要胎好就行 两驱车我这十几年的经验 两驱车最好能买那种能打钉子的雪胎 这样那个钉子会增加很多的摩擦力 Sandruns这个地儿呢 它冬天会下雨 下完雪下雨然后再下雪 这样刚下的雪先被雨化掉 还没等水都走了以后又冻起来 所以就是跟那个五花肉一样 有时候那个路上极端情况 有时候咱们叫black ice 就是咱们国内那种黑冰 你开 是肉相见是吧 对 所以就需要两驱车还是有那种打钉子 它也比较好 开那种SUV感觉你车技不够主要是 就是大嘛 就是不好的那种 这里都不用车技 因为车太少了 跟大城市比不了 一般撞都是自己开的比较二 这个车实在是少 所以车技多都不用考虑太多 车其实也不少 因为我现在感觉到基本上是人手一辆车 差不多 这里没有车有点困难 那你就很多业余活动就参加不了 就是踩着公交的车的点 你得回家要上学或者上班 打工 然后你就不太自由 你想去远点的Costco你就去不了 我在多云多的时候最心里学习 学特别累 我这种学渣就不讨论学习 但是就想到我不能那个样子 我不能再那样 就是天天就知道学习 我享受生活 就是我要人只活一次 享受生活的话一定要车 我觉得这是对 因为人咱们以后必烈以后 还得有社交对吧 要在社会上生活 所以光会学习也确实不太合理 我这一年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就是先交一百个朋友 我们都买了 每个新的车子的车子 都买了 不然我们将来 如果你想要看那些车子 你能做到一段时间 你能做到 不然我认识 你会认识一下 在你的车子 让我可以来看看 to kind of take a look at it absolutely thank you the corolla is available as well however it was dirty and it's in our wash bay right now which is closed i tried to get it out but they had everything hauled out all the mats and everything in it and the seats were soaking wet too for being shampooed so this is the only one here tonight there is a couple of paint touch-ups that need to be done on it of course uh we were going to get a paint pen to get those touched up how much was this again this is the 2017 hyundai tucson all-wheel drive yeah just under 100 000 kilometers i think there's like 92 000 kilometers on it it will be pretty much around right where your budget wants to be around that 25 000 range taxes and everything included how much you think it will be after tax uh i think it's like 20 000 like three 25 300 i think it's somewhere around there sure yeah that's good um the car comes fully inspected fully detailed um right now with the price of gas we used to fill them up but now you're guaranteed at least a half a tank gas is so expensive i know yeah like i heard i can drive but like i prefer someone drive for me because like i i don't have confidence to drive here so rush hour traffic too it's not your driving you have to be worried about it's everyone else's yeah because like it seems very busy here a little bit so i prefer to have someone drive for me and like i take a look at it yeah so you guys can go for uh test drive absolutely thank you did you let me know when you get back sure we can discuss some pricing options yeah yeah like i said i uh i know you're looking for a car now and i know what you're looking for so i can also keep an eye out and yeah um you kind of can tell my preference on outlook i really love like white car or like absolutely red car or like not blue and gray so like white car and red is my favorite so please help me like you know keep those in mind if you have some that sounds great so i'll let you guys uh go on your test drive you can discuss it and if you like about it you let me know and if you don't like about it you let me know and like i said if you don't like this one i'll help you find the perfect car for you sure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uh yeah看起来还是非常的 这那个我买过两辆车要跟大家说一下我感觉还都不错状况都不错 在买这些车交车之前都会好好的清理一遍感觉像新车 嗯感觉就是比我想象中央好很多 是吗就是因为你被我们那个有分量的预期 这个后面够宽敞其实你一个人开后面也都无所谓了 这样都放的好 这是2020亚台Elantra 对 只有一万一千公里的公里 所以这个是比较高的 对 这个是24.9 所以你会有三万一千公里的价格 对 但是你能给她的想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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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们 有兴趣的 是 这 对 像Toussaint Toussaint是会比较高的位置 会比较舒服 I think visibility 在Toussaint 是会比较更好 所以这会比较好 如果你喜欢这个 你会比较比较比较 就会比较比较 然后你会认识 I've never driven a small car 但我认识 I want to compare Exactly That's the whole part of the process So I'll give you the keys to this one There's lots of gas in it You can take it for a run See what you think you can And then we'll have another chat when you get back Thank you, thank you, man Enjoy, guys 其实也开了挺大的 这是少了个高度 这种会比较少了个高度 放一块滑雪板斜着放 应该是够了 不够 上那边抛一下 时间 然后呢 然后就这个锁就解开了 就放大了 感动 这样放下去 OK空间大很多 这样搬家 我有六个行李箱也够帅了 行李箱应该是够 但是 就像你刚才说的问题 你做那些事的频率到底有多大 你不是天天搬家 对 在搬家就是偶尔做不行跑两趟 你也不是每天都滑雪 对啊 跑两趟肯定够了 父母来接他们 他们不会两趟 很新的人 孤儿 哈哈哈哈 就让我知道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对 我愿意做得到 谢谢大家 非常享受 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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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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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a good day 今天杨总过来一起看 车车跟Hannah小妹妹 瓜子也是婴儿座椅 这是Hannah妹妹 这是一辆18年的蓝色corolla 后备箱也很大 后备箱也很大 我得坐正哦 前面在家坐的舒服不舒服啊 内饰 内饰都很不错 Hannah小妹妹喜欢的车被抢走了 真是毁灭吧 99000公里 18000 9800 开不坏地 大家确实有点 这个屏幕还高级一点 风天吧 会比现代好一些啊 空调也不像不错 瓜子我们走了哟 这个车在Consumer Report里 不知道因为你看了吧 它那个 机械部分都是满分 没毛病 然后它那个抱怨的就是车主 觉得噪音大 那一加油 但是也还好啊 你不讲我不会 对 对 然后就是它说加速慢 你说你 我也不是那种速度与激情 你不是那个性子开车 所以就其实这些都无所谓 你觉得开过来有什么 我觉得没问题 就是就是轻便 风天的车嘛 上一个够 是不是 这个车加速没那个现代快 但是你不用 我也感觉不出来快不快 对 我先买保险再买车还是什么 对 你必须它你提车的时候 要拿着你纽芬兰的驾照 拿着你那个邦远公司开的保险 那个至少有一个policy number 然后一起给它它才能给你注册 再看这道车是什么样 对 看一眼 也就这样吧 也就这样吧 跑就它了 就它了 今天马上就叫定金 你觉得这开心吗 我觉得还可以挺安逸的 挺安逸的吗 我觉得挺安逸的 不管是温哥华多伦多 只要有钱这大城市一定更爽 但是像我们这种普通人 那就工资都是一样的工资 我们就选择在这儿躺平了 对吧 这里其实怎么说呢 目前为止感觉非常的没有这种竞争的感觉 就大家像我实验室的人 他们就是他们的工作是因为他们喜欢 但是你在多伦多你改造 它是因为他们在竞争 是这样子 对就是没有太多人卷不卷不卷 你要想在这儿报复也不可能 多伦多你有报复的可能 这里就是当然这里适合这种不介意平凡生活的人 对 这就是小红书我学的一个 上面写说 人生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平凡 我就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太平凡 所以我觉得就平凡的躺平就行 上个月 凭加拿大最幸福的省份嘛 纽婚蓝第一 那我来这个地方了呀 我来这里的时候就是为了摆脱多伦多带给我的这种阴影 然后那个BC是倒数第一 对 就是它其实综合那种 它不是比物质 你懂吗 它比的是你这个人开心不开心 就是纯的精神上的这种愉悦感 对 你在这想我在这学到最大的一个区别跟国内不一样 就是这的人他不比较别人的生活 他不卷 他就是过自己 他开心 他觉得我达到了我的目的我就开心了 对 我会考虑到说这个人比我过得好 这人车比我好 这人房子比我大 是我卷死了 对 我努力工作卷死了 对 所以这就是纽婚蓝的优点在这吧 总的感觉气氛非常好 所以大家是在为自己热爱的事情而活 不是为了成绩而活 我们现在想的不是每天起了房贷要交不起了 我们写的是这里搬去哪搬呢 这么好吗 就因为工作也已经稳定了 然后 要有稳定工作 你说没有稳定工作也不行 也不行 那其实生活也累 对 有一个跟多伦多大城市相同的工作 那这就少害多了 哦 但你不能说比较说 比如说中菜你就是吃不到 就是吃不到怎么办 你要觉得中菜吃不到就真的要哭 你就只能哭 你就没办法 我以为酒可以去你家蹭饭 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就想我的海鲜为什么那么贵 这是个好问题 海鲜因为1949年 这个纽婚蓝快破产了 然后那个加拿大政府说我属你 你加入加拿大联邦 然后你所有的那个现在列了一个清单 所有的自然资源都归联邦政府 所以这里产是产 产完都是归联邦政府 所以它价格也就上了 有一个 对 李皮卡 是我那个饭馆的 在Evelyn Mall Mr.Soblaki 里面50块钱 感谢汉娜同学帮我 带这篇 我有点不知所措 也感谢汉娜同学的爸爸 汉娜同学说他经常看我的节目 是 老爸记得check on这个V9 我如果看见的话 没错就是在说你 你有没有什么对国内家里想说的话 就别来看我过得很好 然后就让我在这享受生活 感谢汉娜同学的帅针 哈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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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